今天我們就來稍微回答一下各位的Q&A 其實問題不多啦 所以我基本上應該就是會全部都回答各位 好我們就先來看第一個問題好了 新手去琳達的時候難免會碰到臉臭 不是碰到臭臉 愛賢隊友碎唸的高手 講白話這種情形跟隊長講 好像沒什麼用 如果我是新手該如何調適心情 如果我是隊長知道有這種情況該如何處理 其實說真的我本身是沒有再去開琳達的 所以我是新手該如何調適心情 那就不要讓自己變成新手啦 就努力練球 因為其實畢竟你是新手嘛 那給人家練機率一定非常高啊 那如何調適心情就加油 如果我是隊長知道有這種情況該怎麼處理 就只能勸導啊 要不然就是黑名單啊 如果你是隊長 可是你找的球友又是你朋友 應該是更好的講話才對 左腳後跟幾乎不用落地 超吃腳踝力量啦 對沒錯 出社會之後很久沒有打球 最近去外面打場地 揮空拍的機率變多 該如何調適 好 並不像選手一樣可以天天打球或練球 其實我們啊在過年的時候 或是我們要去比賽 多多少少會遇到這樣的情況 只要知道一個東西就是 你的動作 你的動作不要變形 那球場空間感 你稍微只要花一點時間去適應 基本上就可以打到球了 如何適應就多打球吧 請問在家裡的空間有限 又不能朝到樓下鄰居的情況下 有哪些訓練 在家裡做的話 其實因為環境的關係 所以你要做的訓練其實很有限 但是還是有的 請問郭家瑞目前為止最喜歡打的球拍 目前最喜歡打的球拍是 勝利的太久久 為什麼我會喜歡是因為以前高中的時候 幾乎都是拿那個球拍 而且他的拍型我還蠻喜歡的 再加上他又是偏拍頭重 所以比較符合後長 然後為什麼選手都在穿BG80 郭家瑞自己也是嗎 欸對我也是穿BG80 為什麼會穿BG80呢 這我也是參考我的老搭檔 對我也是問他 教練有沒有推薦的健身動作 或者是器材 可以特別訓練擊球的發力 那就要看你擊球的目的是什麼 如果你是小動作的話 就不會因為環境的限制 或者是器材的限制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大方向的 比如說你是肩膀啊 或者是背 對那你就還蠻受環境的限制 再加上一些專業動作指導 對因為 畢竟重量嘛 這東西也是很容易受傷的 所以 我是比較建議 如果真的想要 對羽球專項的 這個領域來做一些肌力加強的話 可以去找健身教練 對那你可以跟他講說 你想要針對羽球的動作來去做加強 那其實說實在的 有健身教練執照的 稍微看一下了解一下 拆解一下 基本上他們都是有辦法可以安排適合你的訓練 高中才開始打球 有機會圓夢甲族嗎 有機會分有機會生甲族嗎 不敢說國手 要看你給你自己的年齡有多少 如果你今天你給你自己的年限是 40歲 30歲 那基本上當然是沒有什麼問題 唯一最重要的問題可能就是體力 可是 這種東西就是礙於現實面 要知道一件事情 生甲族的選手 我們都是從小就開始打起 那我們 在打球的過程當中 也兼顧課業 如果當你出社會 你有上班的壓力 你有家庭的壓力 或者是你有一些社會責任 那你還有多少時間可以 花費在訓練上 那如果你今天又不工作 又只想要練球 那請問一下你拿什麼來填飽肚子 幾歲生甲族都可以 重點就是 你有沒有那個忍耐 大學剛畢業 你想要拼甲族 想要從零開始拼甲族 你給你自己10年時間好了 說搶 講一句明白的 你拼到甲族 對你的人生並不會有太大的意義 頂多就是一張證照 他並不是公務員 那你考到那張證照之後 說實在你也30幾歲了 可是你完全沒有任何一些 社會工作經驗 然後再來一個 為什麼打完球 下背 地方都超痠的 這很正常的 因為你在打球的時候 你的核心 你的腹肌跟你的背肌 是要去支撐你的 離心力 所以你會痠很正常的 所以為什麼很多選手的下背 會受傷的原因 就是因為 他的核心機型不夠 所以他的下背 常常受傷 請問怎麼跟你一樣幽默 好笑又白癡呢 以生俱來的 以生俱來的 等一下是與生俱來 不是以生俱來 喔 塑膠材質的羽球有什麼看法 非羽球的 剛剛有排斥 因為你覺得有 對於塑膠球 我有一次經驗就是 在高中的時候 然後在高中的時候 塑膠球 一顆球 就被我殺爆了 所以我對於塑膠球的 感覺就是 不耐打 但是現在可能 跟那時候又不一樣了 什麼看法喔 我覺得沒什麼看法耶 就是環保吧 對 但是對於選手的球感來講 又是另外一個 領域了 對 因為大家在練球 都是拿羽毛的 所以其實 手感是不一樣的 請問郭佳恩是否會傳線 如果會的話 是否可以分享你的學習歷程 傳線這東西 有什麼學習歷程啊 啊不就是 動跟線之間的東西嗎 傳線我國小就會啦 因為我家裡以前是 賣體育有名店的 所以 有時候在家裡我會幫忙 幫忙穿線 那到了 國中之後 才開始學拉線 還是你在問的是 我在 作為選手的 成長的這個過程 如果是問這個的話 在未來啦 有機會 我可能開直播 那我再慢慢的跟 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怎麼訓練手指握拍的靈活性 之前的影片有提到 可以去看一下 請問郭佳恩握拍 應該是要握拍筆的頂端還是尾端 請問這兩者之間 存在著什麼差異 算頂端嘛 就算前端啦 如果你今天握得比較前端的話 那你的槓桿相對的就會比較小 那你的 揮拍的擺數 頻率就會快 尾端的話 你的擺數頻率自然的就不會那麼高 也有人給你的回答 發大力是握尾端 然後發小力是握頂端 是沒有錯的 所以根本的概念呢 就是 槓桿 因為槓桿會使你的揮拍 擺數快慢與否 那 基本上呢 我在後場中殺 我會握尾端 然後 防守或抓球的話 我會握前端 所以我在這兩者之間 球與球之間 我就會做改變了 那這個東西是 需要去做練習的 是不是覺得示範錯誤動作非常的難 嗯 超級難的 原則上Q&A的地方就是到這地方 那 如果呢還有什麼問題呢 接下來會規劃直播 那如果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 也都可以 一起在直播間稍微聊一聊 那我也是會打打遊戲 然後跟大家聊聊天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 我們科班的生活模式 那如果你今天也是小孩子呢 是在從事羽球這項運動的 對未來的發展 也有很大的疑問 也可以提出問題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帶來到這地方 如果有什麼問題呢 也可以在這次底下留言 那我會用文字的方式來回答各位 我們 下次見